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良心可言 并听那人说 原来是他的父亲 就是一位萨满武师 恶伦春人信奉萨满教 这个木棍子 便是父亲平日里祭祀鬼神所使用的权杖 当然 真到了祭祀仪式的时候 这根权杖上还会装饰很多别的东西 那人自然也想分一杯羹啊 而且就着现代文明的入侵 他这一辈已经不复祖先的淳朴 对于宗教信仰 也没有先辈那么强烈 便将他老爹平时里 当成神养的东西给偷了出来 在萨满的宗教信仰中 非神职人员冒犯神器 是要遭到巨大报应的 不过那人不是纯粹的信徒 四小生活在那种环境之中 虽多少还是有些敬畏 但是也架不住金钱的诱惑 只听他说 不过这动物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上面绘的 都是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大多都是虚假的 没必要追究源头 你的买家 不是只要拿到类似的东西就行了吗 你赶紧联系联系 十哥大一拍额头 想到赚钱才是正事 当即按照专锐留下的联系方式 去了电话 他琢磨着千金难买心头好啊 那专锐大费周章 找到这个东西 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不狠狠宰一顿 实在对不起 这天大的好机会 所以呢 他当时得试探报了个价格 说收获得一百万 报完价之后 他就后悔了 心说按照原先的约定 专锐就得 付给自己三百万 一根木棍子 怎么也不值三百万呢 他害怕专锐反悔 刚想改口说 自己把价格压到五十万了 电话另外一头的专锐 就很爽快地 接受这个价格了 当天下午就会派人过来取货 并且还将那位朋友 请到自己家 估计是打听什么信息 只可惜 他那位朋友呢 也是知情有限 所以专锐并没有问到 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只是让石疙瘩继续留心 收类似的东西 这事说起来到现在 已经两年了 哪能次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啊 谁知刚好撞减我和豆腐 那神木方耳环神牌上的图案 和转锐交给他的图纸 一模一样 这便是事情的起因和结果 石疙瘩本想框我和豆腐 想多转一些 怎奈何我和豆腐不上当 讲到此处便搭着舌头说 话咱们就这么说开了 都到这份上了 我自然也蒙不了你 东西值不值钱 这得看有没有人稀罕的 现在就有一位大主顾稀罕的 过了我这个村 可就没别的店了 我原想着 这东西是从格格尔公主棺材里面 弄出来的 没准会有些什么 关于鬼舍之面的线索 谁知石疙瘩也只是个中间人 出了这么一大堆 真正有用的东西 似乎也只有专锐这个人 万库山 他在万库山究竟经历了什么呀 为什么出来之后 会急着寻找拥有这个图案的东西呢 我隐约觉得 不管是那万妖妃 还是格格尔公主 关于他们拥有邪恶力量的传说 或许都是与古老萨满教脱不了干系的 鬼舍之面的诅咒 会不会又和萨满神的巫术有关呢 想到这儿 我精神大振 也不去想什么吕素 什么专锐了 连忙说 你那朋友的父亲 是萨满巫师 你帮个忙 我想联系他父亲 如果这个邪恶的诅咒 真正来源于萨满教 那么 现在的萨满巫师 有没有可能破解万妖妃的诅咒呢 豆腐估计也想到这一层 就乐道 咱们以前怎么没琢磨出这个呀 太好了 解救了这个麻烦 汉那姓赵的老头子 以后还拿什么把柄来咱们这儿耀武扬威 石哥他喝得醉醺醺的 没听见豆腐说什么 只搭着舌头就说 他父亲不走运 两年前冬天就病死了 他自己也不走运 骑马的时候摔断了腿 现在已经不倒挡过完了 就和家里的媳妇养着 豆腐文言一则舌 难道是因为他偷了神杖 所以遭报应了 石哥大文言哈哈大笑 兄弟你可真逗啊 什么报应不报应的 而他自己活该 现在人都开车了 非得骑马 那不是自找难受吗 我不油摇头 对石哥大好感全无 行说那人虽说也不厚道 但是好歹拿他当朋友 这石垒落到好 事到如今 却半点愧疚之心都没有 真是被金钱蒙蔽了心肝 这样的人我也不想深交 付了账便各自散场 约定货到款到 我估摸着 那个叫专锐的人 应该也会找我和豆腐文化 他如此斤着找着东西 必然也是和萨满教 有些牵连 或许可以从他身上 探听到什么线索 实在不行 就去内蒙古走一趟 这么想着 我和豆腐就回了酒店 洗洗漱漱睡觉 吃饱喝足 一觉便睡到大天亮了 临早便接到石哥大的电话 说专锐那边已经联系好 不过他人不在北京 具体交易和见面事宜 还得等到三天之后 接下来的几天 我和豆腐一边等着专锐 一边打听吕宿的下落 但都没什么进展 后来是豆腐提醒我 这事咱们得问顾大美女 让她帮忙啊 豆腐抑郁惊醒梦中人呢 当晚我给顾文敏 去了个电话了 让她帮忙寻找一下 吕宿的下落 谁知顾文敏却说 他一回北京 就调用系统开始查了 但是很奇怪 吕宿的身份证 银行卡 都没有使用的迹象 所以没办法查到 什么都没用过 难不成吕宿 躲在哪个深山老林去了吗 我脑海中不由自主 浮现出吕宿的模样 心中又觉得 这个推测有些不靠谱 顾文敏说 小兔三窟 他郊游满天下 随便在哪个人家里住下 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有人给他 弄了一个虚假证件 也是很正常的呀 豆腐估计是见我神色严峻 便劝说道 还没事 要真找不到吕宿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姓赵的一个老头子 我还不信 咱们斗不过他 实在不行 就把你老爸留下的东西 给偷过来 你知道东西是什么吗 怎么偷啊 正说这话呢 师哥大那边就来电话了 给了我们一个专锐家的地址 让我们过去 说人已经回来了 那专锐虽说没见过 但是光听来头就已经很大 输人不输阵 我和豆腐买了一身新衣服穿上 相互审视 觉得从头到尾都是OK了 他带着东西去了专锐的住处 那是位于玉泉山那边 那边附临香山 风景优美 算是雾霾北京空气最好的地方 车子越往前行驶 周围喧嚣的车流便越来越少 林立的高楼也被甩在身后 两边绿荫贬地鸟语花香 算是钢筋水泥城市中的室外桃源 豆腐趴在车窗上 看得是咬牙切齿 说 这总有一天 我也要住在这 哪一天呢 下辈子 你看不清我呀 哦 你答对了 说话间 车子停在一栋白色别墅跟前 门口已经有人等着 看样子应该是保镖一类的 问也不问 便引领着我和豆腐进了正厅 只见沙发上已经坐了个人 低着头看不清容貌 不过能这么大方地坐在这里 估计就是这家的主人了 我直接坐到他侧面的沙发上 反正我也不靠他吃饭 用不着对他客气 豆腐更是不知道什么是客气 坐下跟土豹子进城一样 惊呼的 我靠 这道茶杯 我在电视上见过呀 五万多一套呢 土豪 我们做朋友吧 好啊 对面的人不冷不热接了一句 忽然抬起了头 由于我是坐在侧面 因此只能看到这人的轮廓 虽然同是男人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 这人的脸呢 一定是被上帝亲吻过的 而豆腐的脸 这肯定是被上帝掐过的 完全不在一个档子 反观豆腐坐在右侧 却被吓得跳了起来 嘴唇哆嗦着 半天说不出话 也不知那人右脸有多么的恐怖 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估计也发现自己这样的反应 有点不礼貌 于是就憋了一句 没事 男子汉大丈夫 票不漂亮 无所谓 我差点吐血 心说这完全是越描越黑 为了防止豆腐 继续说出什么惊人的话来 而导致我们俩直接被赶出去 于是我立刻清了清嗓子 拿出了那三件东西 摆在桌子上 开口客套一番 便示意对方看货 专瑞这个人面上没什么表情 不冷不热的 但是当他的视线一到神木方耳环神牌时 目光忽然眯了一下 立刻将东西拿在手里把玩 顺道往鼻子面前一放 闻了几下 便说 命中期的新婚 你们怎么弄的 我不由得暗暗吃惊 心说 爷爷的工作笔记上 记载了很多 其人意识和古怪手段 我以为很多都是夸大其词 却没想到 真的有这样一群 身怀绝技的人 只靠文工 居然就能准确地给鼓丸断袋 实在是神力 看来我要再想这一行混下去 还有得学呢 我没着急回答 事实上名气交易 来路大都不正 买卖双方都不会抛根问底 转锐问我怎么弄来的 明显不符合行规 看他之前的神色 应该对这东西是极为敬重 像是有所了解 我不禁心下一松 心道 看来这条线索是摸对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